美国人的未雨绸缪做得实在到位 海面上有了FAXX计划 海面下又整了个SSNX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如果从现在算起 居然是为12年后准备的 旨在继续保持美海军强大的海上优势 那什么是SSNX计划 为什么要在12年后才开始建造 以及建造出来的潜艇性能和美海军水下力量会有多强 本期内容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SSN计划说白了 其实就是美海军下一代攻击核潜艇的建造计划 按照美国最新版的30年造舰计划文件 美海军会在12年后 也就是2034年开始大规模建造SSNX核潜艇 并陆续装备海军 预计会在2035到2041才年保持每年三艘的采购计划 2032到2050才年则每三年保持233艘的进度 从而确保在本世纪40年代末有72到78艘该型核潜艇服役 至于为什么要12年后开始建造 那是因为SSNX核潜艇是用来取代美国现役的弗吉尼亚级和海狼级核潜艇的 可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当初计划是建造66艘 而目前才服役了21艘 下水两艘 另外还有10艘再建 33艘计划中 可不就要12年后吗 同时这也反映出美海军高层对未来海上局势变化的关注程度 大家想 世界上主要大国潜艇部队都在快速发展 美海军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绝对的海上力量 肯定要调整潜艇部队的发展方向 再加上作战思路的转变 苏联解体后 美海军作战思路从大洋决战转变为滨海打击 现在又从滨海打击的对陆目标逐步变成攻击水面水下舰艇目标 因此便有了SSNX计划 针对SSNX计划 美海军还耗费心力的为其提供了三种设计方案 第一种是以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为基础进行升级改造 第二种则是基于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进行重新设计 但是这个方案无法解决现有型号的不足 第三种就是花费巨资全新设计 打造新概念版本的核潜艇 而根据另外美国海军公布的示意图 SSNX核潜艇的宽度 很可能会大于弗吉尼亚级的10.36米 更接近海狼级的12.19米 和哥伦比亚级的13.11米 另外随着潜艇技术的不断改革 美海军更加重视潜艇的反潜作战能力 也对SSNX核潜艇有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无论是制造工艺 还是在提高潜艇的静音性能 深潜性能与航行速度等方面 美海军都会积极研发新技术 从而保持海军的水下优势 SSNX核潜艇应该会配备更加先进的火力武器 升级的声纳以及新的推进系统等 同时还会搭载数量更多的鱼雷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来扩大潜艇的杀伤效能 同时为了提高该型潜艇的生存能力 它还会与包括水上水下无人舰艇在内的各个平台 传感器以及盟军实现互联互通 而在武器开发方面 大家都知道美军一向是一致千金 信奉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因此SSNX核潜艇肯定也不例外 根据美海军自己的预估 该型潜艇的单价成本为58亿美元 而CBO预算办公室预估成本则达到了62亿美元 成本价格着实有点吓人 另外像这种新式装备在融入现有的作战体系时 肯定会存在诸多困难 因此火力军猜测 SSNX核潜艇很可能会步海狼级的后尘 最终因造价高昂而不了了之 海狼级是美国冷战末期才开始建造的多用途攻击核潜艇 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深海大洋中与苏联核潜艇一较高下 因此海狼级核潜艇当初被称为美国军火库中最秘密的武器 可执行反潜 反舰 攻陆 布雷 护航等多种任务 被世人誉为21世纪的核潜艇 然而海狼级核潜艇声不逢时 美国海军原本的计划是建造30艘 但是伴随苏联大厦的倒塌 失去了竞争对手的海狼级核潜艇 因其高昂的价格取消了后续的建造计划 最终也只建成了三艘 而这三艘便花费了70多亿美元 头两艘海狼级的单价超过了20亿美元 第三艘海狼级因为多增加了一个运送特种部队的模块 造价更是直接飙升到了32亿美元 如果你用心的话就会发现 美海军的SSNX核潜艇和海狼级核潜艇 无论是建造计划还是性能设计上 甚至是设计理念上都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SSNX核潜艇的大部分武器 都是使用大口径鱼雷管进行发射的 它的鱼雷舱能容纳62枚各类导弹和鱼雷 攻击能力十分强大 因此火力军觉得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升级版的海狼级核潜艇 因此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 SSNX核潜艇的性能特点 首先SSNX核动力攻击潜艇 肯定要比普通的核潜艇航速更高 静音性能更强 携带的武器更多 再加上设计理念上 以美海军作战观念的转变 所以它的首要使命是反潜作战 而反潜作战对潜艇的隐身性能要求更高 因此SSN舰艇既要从技术上 尽可能做到降低潜艇自身的噪声 又要采取使用特殊材料 改进外形等方法 减少潜艇对雷达声纳探测的反射率 从而降低潜艇的红外和磁性特征 因此该型潜艇的降噪措施 很可能有采用蒸汽轮机电力推进方式 继续使用海狼级上的新型泵喷射推进器 在舰艇外表吐一层新型吸声橡胶销声瓦 甚至挺上所有的运动机械都要经过降噪设计 并且要使用减震效果好的高效减震机座 弹性支座和弹性减震器 以及使用有缘销声技术等等 当SSNX核潜艇在综合运用以上措施后 它的噪声就会与海狼级一样 降低到90到100分倍 甚至更低 这个程度已经低于海洋背景的噪声 同时这也是世界所有核潜艇中数值最低的 绝对能保证SSNX核潜艇 悄无声息的在海底航行 其次根据2021年5月28日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2财年预算申请 美海军一共要申请9800万美元 用于SSNX项目的研发 其中6810万美元用在了先进核动力系统上 因此SSN核潜艇的航速 火力军预测会超过现役美海军航速 最高35节的海狼级核潜艇 同时在材料上 SSNX核潜艇应该会继续采用 HI-100高强度缸 让其下潜深度达到610米 另外凭借美海军潜艇全员核动力的技术水准 其反应堆的寿命至少是10年起步 能赋予其超过100万海里的续航能力 在武器上 因其接近海狼级的体积 所以SSN核潜艇 安装8具660毫米发射管 应该也不在话下 且这8具发射管都具有快速发射能力 以确保潜艇快速杀伤效能 另外像这种兼容性良好的发射管 可使SSN核潜艇携带多种武器 包括MK48-5重型鱼雷 补经插反舰导弹 战斧巡航导弹 新型海长矛反潜导弹和无人潜水器等 只有这样的配置 才能对得起美海军提前十多年的规划 只不过SSN核潜艇的有关设计详细信息尚未公布 并且由于该项目还在开发中 因此一切配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火力军这里只能给出自己的预测 还望见谅 尽管当SSNX核潜艇上马 也不代表着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落后 经典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是美海军在适应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下 而重点打造的主力潜艇 该型号潜艇从最初就被设计成了一个 完全网络化的打击平台 可凭借自身的装备 即使没有与海陆空各界平台互联互通 它也能够在地球的另一边发起一场多维战争 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还能凭借其超强的隐身性和无线续航能力 能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 打击任何重要目标 所以说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对美海军来说具有特殊的意思 是美海军自由航行的重要底牌之一 我们知道核潜艇有攻击型和战略核型之分 刚才讲了美海军攻击性未来的SSNX计划 那么美国战略型核潜艇又有什么呢 战略型核潜艇没有攻击型核潜艇 那么不确定 美国目前已经启动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展工作 也就是我们常说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预计在2031年开始服役 比攻击型早几年 并替换掉现役的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是美海军现役唯一一型弹道导弹核潜艇 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服役 但是即便是到了今天 试问世界哪个国家敢小瞧它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水上是16764吨 水下是18750吨 前四艘可以携带24枚三叉戟IC-4潜射弹道导弹 每枚最多搭载8个W-76核弹头 射程7600公里 后续型号能携带24枚三叉戟IC-2D5潜射弹道导弹 每枚最多可搭载12个W-88核弹头 一般只带4个 射程1.13万公里 另外 本级舰艇有18艘 前四艘改的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 有22具发射管 每具装备7枚战斧巡航导弹 总共能携带154枚 最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还是美国海基核打击力量的主要部署平台 战略核潜艇是核三维一体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概从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便开始了战略核潜艇的制造工作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年的技术积累 美国才能在战略核潜艇发展上保持领先 才有了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是俄亥俄级的接替者 美国21世纪绝对的海洋核威慑力量 按照美海军的计划 该型战略核潜艇将预计服役到21世纪80年代 在研发初期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项目受到美国在海外行动的影响 出现了延迟 但是随着俄亥俄级核潜艇的老化 以及俄罗斯北风支撑级战略核潜艇的服役 项目的推进就变得迫切了起来 对了 刚才火力军忘了讲 你说SSNX的计划 情况是不是也是如此 是美海军的老对手回来了 还是出现了新对手呢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这可是个大项目 预计会建造12艘 且美艇的计划造价就高达120亿美元以上 比SSNX核潜艇还高 只不过哥伦比亚级是战略核潜艇 轻有可原 对比上俄亥俄级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排水量更大 其潜艇排水量超过了2万吨 虽然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初步建造计划数量 没有俄亥俄级核潜艇数量多 但这并不代表美海军对战略核潜艇的指标要求下降 美国当初为哥伦比亚级核潜艇设计了寿命超过40年的反应堆 这意味着哥伦比亚级一生都不需要更换反应堆了 这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更加高效地执行巡航任务 变相地节省了建造新战略核潜艇的费用 一举两得 在武器上 由于受到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 美国正计划减少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导弹发射装置数量 也预计只会携带16具导弹发射装置 但这对核潜艇的核威慑效果显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再说了 数量不让提 质量总可以吧 因此 美国便通过持续升级三叉戟二型导弹 让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发挥了更强大的战力 只不过受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影响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导弹配置数量是否会调整 目前还不知道 从美海军现役的水下舰艇来看 美海军已经彻底放弃了常规潜艇 打造的全核水下舰队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无可置疑的No.1 至于原因 是因为常规潜艇依靠柴油发动机 边航行边带动发电机给电池充电 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 所以潜艇待在水下的时间不长 需要经常上浮 否则潜航水下时间久了 艇员都会因缺氧而死亡 另外由于常规潜艇需要经常上浮 导致潜艇的隐蔽性能差 且航速较慢 因此就被财大气粗的美海军彻底舍弃了 而核潜艇是以核反应堆作为动力源 具备无限航行的能力 不需要像常规潜艇那样经常上浮 且拥有比常规潜艇更深的潜航能力 水下隐蔽性很好 不易被水面舰艇 固定翼反潜机和反潜直升机发现 生存能力远超常规潜艇 因此美海军才建设了一支全球唯一的水下全核舰队 而且通过之前叙述 美国不仅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 而且还拥有了一支全球数量最为庞大的水下核动力潜艇舰队 有攻击型核潜艇 弹道导弹核潜艇 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 其全核潜艇舰队具备全球打击能力 绝对是美国海军最强悍的核打击力量 即使没有11艘航母 战场输出也十分庞大 好了 关于SSNX计划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